高中的这样一个教材分为必修和选修这两个组成部分 其中五本必修的教材 一二三四五 这是五本必修的教材 然后呢作为选修 文科学生需要选修的是选修的一系列 理科的同学呢需要选修的是二系列 二系列包括三本书 二缸一 二缸二和二缸三 在此以外除了这三本书以外 理科的同学在历年的高好 在前两年高好当中还需要学两本书 一本叫四缸一 一本叫四缸四 当然四缸一和四缸四这两本书呢比较薄 比较薄非常非常非常短的 非常薄的一本小册子 这五本书呢相对来说内容会多一些 其他的八本书的整个内容会多一些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在这个讲义上我们所学习的这些东西 从第一讲到第六讲 第一讲到第六讲 我们学习的是必修一的内容 这块内容呢 包括集合函数和基本处的函数一 包括集合函数和基本处的函数一 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讲讲集合 二三两讲讲这个函数 四五六讲的三种基本处的函数 密函数函数和对数函数 然后从第七讲开始到第十一讲结束 我们讲的是必修四 那为什么要先讲必修四呢 因为必修四的内容叫做三角 叫做基本处等函数二 三角变换和向量 那么基本处等函数二指的就是三角函数这块内容 我们可以看到 从第七讲一直到第九讲 都是讲的三角函数内容 实际上了吧 第十讲这个东西呢 其实有点奇怪 第十讲这个东西 其实放在必修五里面的 好吧 我们把它写在这 七到九 十一 第十讲这个东西呢 其实放在必修五里面 叫正弦定理和余弦定理 它是为我们的解三角形而服务的 它其实放在必修五里面的 第十一讲向量 第十一讲向量 我们仍然在必修四的教材当中 后面呢 第十二讲到第十四讲 我们讲的是必修五的内容 叫做数列和不等式 数列和不等式 第十二讲到第十四讲 从第十五讲开始 我们开始进入到圆锥曲线的系列 其中第十五讲叫做直线和圆的初步 这一讲属于解析几何的基本内容 那么我们就在必修二当中出现 而十六 十七 十八 这三讲我们讲的是三种圆锥曲线 讲的是三种圆锥曲线 那么圆锥曲线在选修二纲一教材当中 在选修二纲一教材当中 十九二十这两讲 我们是接着函数之后面 去讲的微积分的初步 也就是导数极星应用 微积分的初步导数极星应用 这块呢是在选修二纲二的教材里面 多话应该是 后面呢空间几何体 空间当中的平行关系和垂直关系 这三块呢 这三个东西呢叫做立体几何 立体几何内容 我们仍然在必修二当中出现 二十一到二十三 第二十四讲叫空间向量 空间向量属于立体几何的后继课程 我们仍然在选修二纲一当中出现 技术原理 这讲呢是我们其实说白了 叫做其实你们小学的时候都学过 这玩意叫做排列组合 技术原理这玩意叫排列组合 但是高中所讲的排列组合非常简单 大约相当于小学四年级奥数水平 在高考程度上 高考的考试呢 从来没有超过小学四年级的奥数水平 甚至有可能堕落到小学三年级的地步 所以大家在做高中的排列组合的时候 千万不要觉得啊 这个事情小学的时候觉得很痛苦 其实没那么多事 在高中呢根本不需要那么复杂 好吧 那是在选修二纲三的内容 是第二十五讲 第二十六讲概率一统计初步 还有第二十九讲算法 这两讲呢是必修三的内容 这两讲是必修三的内容 其他的二十七二十八两讲 叫做理散型随机变量 机器数字特征 理散型随机变量机器数字特征 这个东西呢 属于选修二纲三的内容 二十七二十八 好最后一讲 复数与推理证明 属于选修二纲二的内容 好 那大家可以发现 我们的四纲一和四纲四两本教材没有讲 是吧 四纲一的内容叫做几何证明选讲 四纲四的内容叫做 极座标语参数方程 几何证明选讲呢 它的整个内容呢比较独立 极座标证参数方程 这两块的内容相对比较独立 没有这样一个严整的体系性的东西 一般情况下 高中在必修阶段 学习的都是数学的基本知识 和必须要掌握的一些基本知识 而在选修二这样一个阶段 往往学的是以上知识的一个拓展 以上知识的一个拓展 好吧 那么这个拓展 这就是所谓的新课改的 螺旋式上升的教学方式 所谓新课改 但是由于高中这样一个体系的 因为你想啊 必修一后继的课程 是必修四和选修二杠选修二杠二 必修二的课程 它的后继是选修二杠一 必修三的课程 它的后继是选修二杠三 你会发现 前面相当于讲了一个比较基础的东西 后面这块相当于讲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东西 但是后来呢 经过大量的实践检验 发现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靠谱 发现这个事情也不是那么靠谱 所以很多学校后来选择的方式呢 就非常简单 就是我学完什么 后面就接着学什么 比如说 学完必修一之后就接着学必修四 真的能理解吧 然后在高二的时候 因为高一的时候需要学四本书 一般很多学生现在选 可能1453或者1452来学 那么在必修二讲完解义几何和立体几何之后 立刻跟着后面学学习二杠一 它们是解义几何和立体几何的进一步内容 现在很多学校的本身的学制呢 在打乱 它们在进行各种各样的组合 试图摸索出一条更好的道路 但是呢 不知道谁成功了 谁失败了 好吧 这是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34课所要解决的大体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一点 就我们在学什么 第二点就是 我们这个课你们诸位所面临的压力 我们尽可能不把这个课呢 放得节奏过于快 因为节奏过于快 连续34课这个东西呢 也是非常变态的这件事情 或者说大家学起来 然后之后学了一半之后就受不了了 这个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内容 也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内容 好吧 那因此我们在学习这个课程的时候 我希望大家有这以下的几个基本的态度 第一呢 还是先放轻松 不要如临大敌 还是要放轻松 数学这个东西啊 是你真正的放轻松在直观上去理解它 通过数学语言去表达它 这样一个过程 你才可能会获得一些 相对而言比较愉快的经历 如果你把你觉得 学术学这个事就是一糟件 就学术学这个事 你就是跟它死磕 那